大家好,欢迎收看志远书香,我是宁希,喜欢请您关注我,这样您就能及时收看到志远书香最新的节目。 今天我们来阅读苏氏的最后一首诗。 这首诗是苏氏临终前写给儿子苏过的。 作为一个大文豪和一生行走官场的老人,60多岁的苏氏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,在临终之际对他的儿子们长篇大论。 他所说的不过是短短的四句话,寥寥的28个字而已。 然而诗里却充满了禅礼,写出了人生的不同境界。 可以说每次读它,每个人生阶段读它,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。 在今天的节目里,我们就一起来品读苏氏最后的这首诗。 庐山烟雨浙江潮 记得小的时候背这首诗摇头晃脑,觉得比其他诗都要好背。 因为第一句和最后一句是一模一样的,觉得偷了一句的懒,心中很窃喜。 长大了之后再读,才真的体会到苏氏的人生境界,引起强烈的共鸣。 这首诗的大概意思是,庐山的烟雨充满神秘。 前唐江的潮汐十分壮观,都很值得去观赏一番,如果不能够去看是会遗憾的。 可是如果我们终于清零庐山和浙江,看到了蒙蒙烟雨,澎湃潮水,却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。 它们只是庐山烟雨和前唐江的潮水而已。 这首诗是苏氏行走一生的感悟,是一代大才子在繁华落尽之后看见的生命脉络,分简短,却也很安静美好,充满理趣。 庐山烟雨,浙江潮,这些美景都是大家所喜欢的,在古代更是很多文人默客趋之若鹜的地方。 当时的交通不发达,很多喜欢游历山水的人行走很久才能到达。 可是当我们到达之后又能怎样呢?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,那山就是山,那水就是水,仅此而已。 庐山烟雨,浙江潮,在这里也是比喻所有我们想要追求的事物。 我们对自己还没有得到的事物,总是有一种莫名的执着。 我们的一生都在追寻,因为有一天如果我们实现了哪些哪些愿望,人生就圆满了。 对于没有得到的则满是遗憾。 苏氏用一句,未至千般恨不消来表达这种遗憾的心情,真是太贴切了。 苏氏在经历过幻海风涛,经历了人生道路上的许多坎坷之后,写出了道德还来别无事的禅语, 表达出了一个人由妄念躁动之后感悟到的恍然超越,豁然达观的思想境界。 年轻的时候总是或多或少的有些执念,总觉得有些地方一定要去, 有些美景一定要看,有些梦想一定要实现。 但是当真的见到了自己想见的风景,经历了种种坎坷,再回头看, 会发现当初的执着只不过是过眼云烟。 道德还来别无事,庐山烟雨,浙江潮,这两句非常妙。 当我们知道了烟雨的飘忽聚散,江潮的潮起潮落, 我们就会发现,最后风景还是那个风景,风帆不动,我心望动耳。 其实写这首诗的时候苏氏刚刚结束被流放的生活, 而他的儿子苏过即将要去做官。 苏氏应该是希望儿子未来面对社会当中的喧嚣和各种诱惑的时候, 能够保持平常心,随遇而安。 不要抱有太多的执念,不要被太多的东西所牵绊,所奴役。 人们总有攀比的心态,想要保持平和实在是太难。 多少人为了心中的那份执念,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。 在这个过程当中,丢失了多少原本的快乐,忽略了多少身边的风景。 但人生本就是一场旅行,途中有美景,也有低谷。 无论如何,每个人看到的山水,都是和别人不完全相同的。 既然如此,何不坦然面对一切,放下心中的执念。 在禅宗的史书《古灯会员》中,高僧曾把《入禅》分为三个境界。 第一个境界是,见山是山,见水是水。 第二个境界是,见山不是山,见水不是水。 第三重境界是,见山还是山,见水还是水。 当大车大雾以后,我们发现,看山还是山,看水还是水。 那么,见和不见又有何不同?生命之旅又有何意义呢? 我想,用苏氏的这首诗来说,就是《庐山烟雨浙江潮》。 这些美景都是单纯地靠想象,感受不到的。 只有亲眼见过,亲耳听过,亲身感受过之后, 那美感才能够润物细无声般地融入我们的内心, 在悄无声息当中提高我们的见识和鉴赏力。 不至于看到小河就当成汪洋大海, 这就是一个人的眼界和格局不同了。 道德还来,别无事, 这看似简单的一句其实是见惯了风浪之后的泰然, 是历经沧桑之后的豁达, 更是魔力心智之后的从容。 所以,苏氏是用一生经历在告诉我们, 山还是那山,水还是那水。 生活当中不一定要忙着去追赶什么, 一定要去到达哪里, 享受活在当下的每一分钟才是人生。 如果是流星, 我们的生活处处都是细微的美好, 比如我们或许做不到除暴安良, 但是可以给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温暖的手。 我们做不到行侠仗义, 可是我们可以在工作当中平良心做事, 我们不用仗剑行走天涯, 如果心存高远,脚下就是远方。 如果我们是个有心人, 那么怒放的蔷薇, 心发的嫩芽, 出生的太阳, 一阵清风,一本新书, 一个笑脸, 都能逾越我们的生命。 庐山烟雨浙江潮, 不是到达才美好, 这世界本就如此美好。 当我们开始用心生活的每一天, 都是最好的风景, 愿我们都能够过好每一天, 不负时光, 不负自己。 好的,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 苏氏的最后一首诗您喜欢吗? 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观点。 这里是志远书香, 我是宁希, 喜欢节目欢迎您关注我, 还有您的点赞, 评论和转发也是对节目最大的支持。 感谢收看, 我们下期再会。 感谢观看